好,在这段中呢,我们要介绍一个 Missale里面非常非常牛逼的一个快速键 叫F5 这个快速键呢 要怎么用呢 首先第一个 假设我将一个表格框起来 我要将表格中 非空白的部分 的列 我要删除掉 怎么做 那这时候我们可以按F5 然后点特殊钮 进到特殊目标这个 对话方块里面点空格 这个选项钮 好了,以后呢 我们按确定 它就把空格部分全部都框起来了 框起来后你可以按右键去选择 删除 它问你要删除什么 储存格还是整列还是整栏 那这边会注意到 我们正常应该是下方储存格上移 有没有 可是这样子你的动作太复杂了 正常来讲 当你抓到空白列的部分以后 空白储存格以后 你就要直接点这里删除 这样它就直接删了 就不会问那么多 就直接把它删掉 那这时候我们就看到 空白列全部被删除掉了 空白列被删除掉了 这是第一个 它可以批量删除不连续的空白列 第二个 它可以做什么呢 批量完成不连续范围求和 就是说我一样把表格干嘛 按Ctrl A 所以框选起来了 框选起来以后呢 我一样按F5 点取特殊钮 然后一样选空格 这个选项钮 然后按确定 它把空格部分全部都干嘛 都帮我们框好了 这时候我只需要按一个键 ALT加等号 它就自动帮你把所有的怎么样 数字的资料都算加总 都把你算好了 加总都算完了 有没有 所以非常的快速 非常快速 这是第二种用法 比较不错的 第三个 是最常碰到的 假设我的资料呢 有断层 下面空白储存格呢 都要抓上面这个部门 这时候怎么办呢 一样我把表格框起来 然后一样按F5 点特殊钮 再点空格选项钮 然后按确定 它是把空格都框起来了 有没有 框起来的话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等于 注意到我现在这个格子 希望跟上面一样 等于什么 第二储存格 所以我打等于第二 打完以后 不要按Enter 直接按Ctrl键加Enter键 它就自动帮你抓 上面这个部门过来 所以下面每一个 都会套上面的部门 直接套 那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复制 一个一个干嘛 去抓 有时候还抠不准 这样子